我們看這裡 他問說下列哪一個選項的敘述 可以列出這樣的不等式 我們看A選項 創創他有180元 買每個X元的蘋果兩個 就2X元 那可以列出不等式是多少 最後剩下的錢 剩下的錢不到的賣 不到80元 剩下的錢就是原來的180元 扣掉買蘋果的錢 剩下的錢不到80元 就小於80 應該這樣 所以這個跟這個不一樣 一個大一個小的 所以這不對 再我們看B選項 B選項上說 一個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的話 頂角是S度 S度 那麼他的底角 底角呢 大於80度 底角的話是多少呢 就是 180 減掉X 要給他除以2 這個他要大於80度 大於80度 那度把它省略 度省略的話 就變成這個不等式 那這個不等式 跟這個不等式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減一個X沒有錯 這個不等式跟這個不等式不一樣 所以這也是不對的 讓我們看C選項 C選項 它說一個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這個一個底角是S度 然後頂角的話 它是大於80度的 那頂角是什麼 頂角是180 剪掉兩個底角 兩個底角就是2X 度把它省略掉 那這個什麼呢 要大於80度 大於80 這個剛好跟這個一樣 所以C選項是對的 這樣看D選項 首收開車旅遊 預定的目的地 離家是多少呢 離家是180公里 它以時數X開兩個小時 開兩個小時的話 就是2X 目的地不到 離目的地 離目的地 不到80 小於80 也就是說180公里 減掉2X 這是小於80 這個跟這個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一個大一個小 所以這也不對 所以當然要選C 所以當然應該要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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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